这个消息 台视戏剧《爱蜜丽的五件事》 上周六播出最终回 成绩非常的亮眼 尤其45到54岁的女性收视 开出了1.63的好成绩 不过这也让街党的爱情白皮书 演员压力非常的大 剧中演员像是高山峰等人 就特别组队上台视的抑制节目 台视17Q来做宣传 三个人很幸运的过关斩将 也成为了节目当中第一组 获得了十万元奖金的艺人队伍 才是戏剧《爱蜜丽的五件事》 在上周六播出的最终回 收视开红盘 四岁以上平均收视来到1.08 15到44岁的有效收视 冲上1.12 45到54岁女性收视 更开出1.63的好成绩 《爱蜜丽的五件事》圆满落幕 也让街党的戏剧 爱情白皮书的演员群压力好大 更特地让台视一支节目 台视17Q宣传兼闯关 你要学赵哥锁定 锁定 锁定 不要再锁了 好 王靖和Kimi 陈希宇 以及艺人高山峰 攜手组成跨世代偶像巨队闯关 幸运的三人还成功成为 节目第一组获得十万块奖金的艺人队伍 赢来的钱怎么花 陈希宇说可惜戏拍了 不然想请提升 因为我们不是都拍戏 可能都会有感情戏嘛 那我们就花这一笔钱去请提升 这样子帮我们做感情戏 接吻啊什么的 闯关成绩超优异 演员群也期盼 本周首播的戏剧修饰 可以跟着开出亮眼成绩 节目到